欢迎来到今天的创意多脑盒 在我们节目当中访问过许多的年轻朋友 当然我们也要介绍一些台湾非常厉害的名家 这些名家在几十年来 他们在这一块所谓的创意或创作领域上 也不只是为自己创作 他们甚至跨界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作品 同时也提拔了很多新人 甚至办很多的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美的事物 今天这位来宾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因为他的封号太多了 我们姑且就说他是 台北新艺术博览会的艺术总监 欢迎李善丹教授 李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 您的这个范畴啊 可能是我们来宾史上最复杂的一位了 你喜欢我怎么称呼您呢 不务正业的李老师 OK好 不务正业李老师 我们要真的要从头说起了 因为当然第一个是跟艺术有关的 老师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所谓的这个艺术领域 是从小就喜欢吗 还是科班出身呢 如果说我们艺术只有指会画而言的话 那应该是在2007年才正式结束 如果艺术领域呢 指的是包含文学的话 那应该是在大学之后 如果艺术领域呢 指的涵盖音乐的话 那应该是在差不多初中高中的时候 古典音乐的部分就结束 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 就是很广泛的 有各类各样的一个身份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先从音乐说起好了 是的 我记得上次接到李老师的时候 他是以一个作曲家的身份 那么当时是在国家音乐厅 我都不知道几年没进去那个地方了 他说收到一个邀请函 是老师的作品 因为我认识教授是因为艺术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音乐这个部分 所以在您刚刚讲初中那个时候 您就开始接触古典音乐 是 那时候就拉小梨琴 后来就拉大梨琴 那时候跟那个师徒新神教授 有跟他学习 是 那时候是自己的兴趣 还是被父母所逼的 完全自己的兴趣 真的吗 对 因为我主要高中读的是 我们那时候叫甲祖 甲祖就是理工科 是 很硬 很有趣 还是也蛮喜欢的就是 因为老师还有另外的身份 他也是一个科学类的 一个发明家或是研究者 他对于很多万物 他也非常的有 他自己的见解跟理念 所以后来 那个时候初中做音乐 然后到后来 还有一直在涉猎吗 因为我那时候很惊讶 就是去年的事 就是国家音乐厅的时候 对 就是在这几年我看到您的时候 都是跟艺术有关 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 您就没有再涉猎音乐的事物了吗 作曲的部分是一直有在做 还是一直都在做 是的 你忙得过来吗 努力 所以像譬如说去年 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听到的那个曲目 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跟机缘 从1993年 我的老师 我父母上的老师 缘起了以后 那我这一生是为他老人家一个人作曲 所以我的曲子全部都是为他而做 这是我所谓的浪漫 一生只为一个人作曲 就是我所谓的浪漫 了解 了解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在初中之后 那么高中大学 老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作家 是 您写的是哪一类型的作品 阿武侠小说 这真的很奇妙 所以您是小时候就喜欢看古龙 金庸什么的吗 怎么会写武侠小说 好复古的一种 好特殊的一种 小说在我们那个时代 很流行 对 很流行的意思 然后再加上古龙创作了一个 武侠小说很新的一个风格 笔法的描述 那早期的话 像金庸他们 就比较像明朝的那种小说的写法 消息传统 那到了古龙 就是用非常像 类似心诗的表达方式 简洁而有力 对 不过那个时候 老师写小说的时候 是用另外一个笔名是不是 是 那时候是叫什么笔名 我以奇儒的笔名 是自己取的一个笔名 是的 本来那个时候 东算西算 它笔法上 有 第一个笔法上面 有两个字可以挑 一个是奇 一个是金 黄金的金 OK 第二个字 相配来笔画 五行里面来讲 一个是儒 刘家诗讲的儒 一个是龙 龙虎 龙虎的龙 龙虎的龙 对 那如果取名叫金龙 就很怂 对啊 金庸古龙合在一起 对对对 金庸古龙合在一起 变金龙 这样气质太差 这真的有点土 对对对对 这实在太土豪了 是是是 不然就决定了 用奇儒这两个字 就刚刚好 了解 所以在这个状态 这是您的人生规划吗 就是因为音乐 所以当然比如说您因为拉琴或是演奏 一定会朝着作曲创作之路 可是写五小小说是您的乐趣 或者是嗜好还是赚钱 还是什么 不是是为了军中的放假 好奇妙的原因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海军陆战队 你只要是在师部的师刊上面 有文章 有的话 那就是放三天的假 对 那在队部海军陆战队的话 有五天 国王部有七天 是喔 对 那为了放假 我当兵的过程 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台北放假 因为你太有才华了 不不不 你太多荣誉假了 荣誉假 就是写一写都放假 写一写就放假 就是投稿能够被录用 就是对不对部队的荣誉 对对对 就可以放更多的假 是的 很了不起 所以后来在市面上 其实是有出版过几本呢 当时 之后的武侠小说 总共出版了十几二十套 那也是很厉害了耶 是是 那个时候因为一开始第一套呢 就印象很好 是 就很受鼓励 就叫《残忆刀》 是 那由周游呢 就拍摄了那个周日档 真的啊 对周日的八点到四点 还拍过电视去 是 那时候的收视率 好像是破台湾所有的最高纪录 是是是 一直到很久以后 被另外一档连续剧给破了 叫《一代女皇武则天》 哎呦 是是是 经典经典了解 所以就因为这样 第一套小说 武侠小说就很好 本来我以后就 一路就这样写 一直写到最后的那一套 是大概在十年前 十年前呢 中间之前有封闭的十年 因为都在修行 是 武侠小说就很难写 因为武侠小说写到烧杀 啊 写到 武侠小说一定会杀来杀去 对对对 那是杀戮在里面 因为在修行的关系 就是杀这个字啊 跟死啊 这些东西弱不了比 比较负面一点 对对对 就是十年的时间都没写 之后呢 修行就慢慢又解脱了一个城市 是是是 解脱了一个城市以后呢 有最后一套叫《凌峰天下》 是 《凌峰天下》呢 那时候出来在金石堂上的时候呢 因为是四本一套四本 那运气也是真的很好 佛菩萨保佑 金石堂的排行一二三四 你就是那一套 哇 好厉害喔 运气啊 对真的 所以你看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假设是有喜欢看武侠小说的 今天你终于真相大白 其实作者就是这个人 但他现在叫李善丹教授 可是笔名 大家就是可能联想不起来 原来对我来讲也是很意外的惊喜 我也是看了资料之后 重新再认识李老师 才知道说原来您有过这一段 是是是 太厉害 你也是江湖人士 不过当然在这几年 我因缘巧合的认识到李老师 就是因为艺术的关系 但是我刚刚很意外的是说 您提到艺术这个部分 画画的这部分 竟然是2007年 其实这历史并不断很长 那是什么因缘忌讳 您从一个音乐人 到小说家 到艺术家 画家 小说我从中二年级的时候 受到一个打击 那时候我们有校园写生 那校园写生的时候呢 那天老师本来心情很好 走着走着下课林想 我就赶快把那个水彩的那个 就卷起来了 卷起来老师就说 你来给我看 我说老师不好画得很糟 我说没关系老师今天心情很好 你给我看你给我看 我说老师拜托你不要 他说没关系你放心 你打开来 我就打开来给他看 小学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是我这辈子看到 了解到什么叫做笑容僵住 他那个满眼的笑容 看到我的作品 那一年僵住的表情 在我小小的心里 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 永远难以抹灭 对 所以从那15岁呢 一直到我接近50岁 这35年我就再也不画画了 就被那个老师打击到了 对 伤害太少了 被那个僵住的笑容给刺激到 没有说 所以这老师很奇怪 人家就不想给你看你 你还打开来看 果然看了之后 你也后悔了吧 对 就是这样 自己笑容都僵住了 所以以后我一辈子 对我的学生都永远面带微笑 难怪 是是是 再不好的你都要忍住 对 一定要 你都要笑着对不对 对 其实 尤其是在那种年纪 很容易受到打击的 因为你对大人 是有一种信任感 权威感 对 那个笑容一僵住 好了吧 你看老师就30几年不画画了 对 是 可是那怎么走出来的呢 到了您刚刚讲五字头的时候 对 那一个时候就是 经过了20年的修行 那有一天在餐厅打坐讲 就修行就是面对自己的恐惧 面对自己的障碍要超越 这是很基本的 佛教里面要求的就是这样 那我最怕的是什么 弹钢琴就是弹钢琴 我怕的是绘画 就是画 是 了解 可是像您现在画到 已经是国际水平了 那那个时候当然您说 OK 为了克服自己的恐惧 去尝试 可是能够这样子 而且画到国际水平的 这是什么状况 您有去比如说上课吗 或者是还是纯粹 又是靠自己的灵感 完全靠自己 我到想没有学过一天 没有学过 是 所以完全打破了 科班出身这件事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在文学素养上面 从十岁左右吧 看那个安徒生 跟葛林童话群一起开始 西方的童话故事 我大概已经准备了 四十年的文学基础 对 如果说音乐来讲的话 那大概也准备了 三十年的基础 如果说修行来讲 也准备了二十年的基础 如果以这些全部做底蕴 在画绘画上面 在做表现的时候 它的厚度可能会不一样 对 也许这样子呢 它呈现出来的 不管颜色也好 结构也好 绘图也好 它可能会让人家有一种感动 完全明白 其实您等于是用一生 在做这个准备 而不是花三年去复兴美工 去练底蕴 其实这些 包括武侠小说 写小说的人 他想象力是天马行空的 对不对 那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刀光剑影飞来飞去的 所以原来老师的画作的 这一些准备 都在年轻的时候 一路完成到现在了解 所以现在的老师 能够发光发热 甚至跨界 或者是办活动 参与很多不同的 相关的艺术的议题 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文化 我们休息一下再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是 台湾的艺术视野要可以把它扩得更大 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 这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艺术表现的方式 我们如果很狭隘地只去现看到中国了 看到所谓的日本了韩国 甚至看到一点点东南亚的艺术 那我们的世界 我们艺术的世界太狭窄了 那今年我们非常非常地高兴 是有到48个国家 48个国家 280位艺术家的作品 呈现在我们台湾 呈现在我们的台北 今天大会的主题叫印象当代 之所以会用这样的观念 是印象派的作品 在全世界是最受欢迎的 这几幅作品 就是由一个女子 艺术三人组 称为马行令 他这个作品 事实上画的是天 山 山林 把山画成抽象的方式 把树林画成抽象的方式 他们认为所有的阳光波洒下来 阳光不是我们看到的透明 阳光应该有七彩 所以这些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 是阳光透露到不同的东西上面 所呈现出来的反应反光 这一大片看的是山林 而这个所看的呢 就是花海树丛 他用了这样子比较大的线条 跟呢 出与细 弹与薄呢 后之间呢 把它给前后城市表现出来 这就是他们表现的方式 一样把印象派表现表达出来 像到了这一幅 这幅你看起来呢 它非常是缤纷 他们觉得说他们在山林里面的时候呢 曾经看过非常缤纷的景象 非常的美 非常的舒服 所以他把晚霞画出来了 之后再把心中的梦幻梦想 雪 飘雪 也把它点出来 所谓的印象派的东西并不是写实 一个东西在你心中的印象是什么 把它描绘出来 所谓抽象呢 是把心中的那样子的一个物象呢 如何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现出来 我想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善良的心 都会很想要做慈善 但慈善呢 如果只是一个捐权的行为呢 本身的投入是不够的 因为好像你全捐出去 有件事跟自己无关了 少了一个感情上面的羈绊与联系 那我们所希望能够做到的是说 每一个人事实上你都可以做艺术家 每一个人你都可以画画 你一个作品画出来 你投入了心血呢 有你的心也慈善 这个作品本身它就温度就会感人的 做慈善是你 有这个心想做 画画的人 不管这些名人是谁也好 他有心花了时间想做 买的人 他有这个心要做慈善 他来买 然后这笔钱呢 又全部能够交给慈善团体 由他们来收 我们一毛钱都不碰 所以不在乎说 我们花了可能七千块 才能够回收了一张 卖了一千块的作品 那是商业 你觉得你赔钱了 可是在慈善里面 你觉得你赚了很多 因为你赚到很多的爱心 很多的温暖 像我们后面呢 就有十五位艺术家 三十个展位呢 是我们这些时候鼓励的 台湾的新锐的艺术家 台湾的艺术家 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呢 他们从学校毕业以后 完全呢 没有机会展露他们的才华 也没有机会展现呢 他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 苦学以后的成果 我们办了一个艺术会 让很多台湾的艺术家呢 能够有个舞台 能够有个机会 能够把他们的作品 给展现出来 我也非常高兴呢 这两年来呢 我们这样的举办呢 也发掘了三十位的艺术家 也找了呢 二三十家的企业 很多的企业也有心想要赞助 但是他找不到艺术家 艺术家也很想能够 展现他的舞台 但是没有人来赞助他 我们一样义务了 来做这些事情 艺术会本身呢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事情呢 是为艺术家而做的 有百分之二十呢 是为艺术家的未来而做的 这是呢 我们的理念 每一年呢 都有一个 就是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那么老师呢 从开办以来 就是艺术总监 今年2014是第四届 其实这四届以来创造了 比如说在销售上 或是人潮上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记录 但相对来讲 四届其实是很资浅的一个活动 比起很多的艺术活动来讲 所以四年前这是怎么开始的呢 当时呢 就构想到一个问题 就台湾的艺术家呢 他其实呢 在这个前叠的市场里面蛮可怜的 因为画廊就那么多家 那画廊呢 很多呢 就是代理中国大陆的艺术家 台湾的艺术家 百分之九十五呢 并没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他也许从小就喜欢绘画 也许呢 就这样专工专科 然后一直读到 科班这样出来 他花了一生 也许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但是这世界上 没有人知道他 没有人有机会 欣赏他 我当时呢 就这样子一路观察了 因为刚刚提到 2007年开始接触到绘画 艺术 签了这一块以后 就发现台湾的艺术家呢 他几乎呢 舞台非常是少 是 那如果说艺术家 他不能生活下去 他势必呢 就是要转行 终断他的艺术生命 对 他之前那十几年 二十年华会的时候 全部都空换掉 是 你就想说 那我怎么不给 这百分九十五的台湾艺术家 一个方式 一个机会 是 我们努力来创造 一个异波 让大家能够 每一年有最少机会 来展示自己 再加上台湾呢 就是在艺术圈里面的话 把艺术品呢 就倾向上面比较贵族 嗯 百分之九十五的 一般的普罗大众呢 很想接触艺术 也很想了解艺术 也很想在家里面 摆服增绩 而不是一个艺术画片 对 没有地方买 嗯 也不晓得 怎么接触到 自己的国家家乡里面的 艺术圈 对 那既然有 百分之九十五的艺术家 这么庞大的资源 想要发表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众呢 有购买绘画的一个 意愿 但是又没有这样的一个 机会 门路 对 这两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蓝海市场 就让它结合吧 对 随便结合起来就很为成功 对 而且 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 刚开始认识这个博览会的时候 我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 它跟其他博览会的差异性 是 例如说它以艺术家为核心 对的对的 这也是老师的一个理念 是没有说 像在我们这个艺博会里面呢 艺术家就是独立在自己的摊位 是 一个摊位 两个摊位 五个摊位 它上面的作品 就是它一篇一篇的轮 对 我们可以有机会 跟艺术家直接的接触 是 买家呢 就是收藏一个作品 能够跟创作者呢 这个艺术家 直接来讨论他这个作品 是最好的 因为有感情 有温度 对 你不是是 到了一个画廊里面去买 买了一个所谓的商品 不是买了一个价格 你到这里面来买的时候 这个艺术家跟你聊过以后 你购买它 你买的是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 包含这个艺术家 所谓的心路的日程 是 包含它的所谓的情感 它的热情 它的温度 温暖在里面 所以你购买到 它的一段的历史跟情感 对 而不是只是一个商品而已 对 而且如果是说 在跟艺术交手的时候 其实中间会碰到的是 业务人员 或者是艺术的 专业的工作人员 但是如果你跟艺术家 直接在那个摊位上交流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个感动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大家去 这个世贸看 这个Evolution的时候 你会特别有感觉 就是说 怎么这么多艺术家 本人都在那 因为整摊都是他的 他自己讲得最清楚 对 我还遇到过那种 从美国就 就扛了自己的作品 就一定要参加 这个博览会 那更不要说台湾的 我记得有一届 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 我看上一幅作品 然后老师就说 你要不要支持一下 这个艺术家 因为那个赖亚琪 几乎就是要放弃创作 对对对 对不对 对的 经过您的鼓励 是是是 我想你应该也很难忘 对 这些年轻人 他人是那皮肤作品 就是卖给焦哥 对 然后我也没想到 我就夺走他的第一次了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还在跟他说 怎么办 要卖多少钱 人家要买 就也大家就是很开心 可是又有点紧张 是 对 可是都 然后隔几年我又看 他的画风又有一些转变 是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李老师又给他一些指导 是是是 所以您对于这些人是 很爱惜很疼惜的 对非常好 他们的 他们的热情 他们的用心 一直没有机会 对呀 都转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一个人如果已经花了十几年 在这艺术上面投入他的心血 他已经这么大的一个热神 可能家里面也给他的压力 但是坚持走到这里 为什么一个机会都不给 对呀 那我们不能讲说我们都了不起 我们只是想说这个真的是 刚好天使地利人 是是是 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南海市场 可以让我们这样子 一边可以让艺术家 可以继续他的生命 一边让佛罗大众 大家都有机会来接触到一个 艺术的所谓的真品 对对 而不是再是一个印刷品 没错 而且也不是很高贵的 就有些艺术品 尤其这些新秀 其实他们的定价 比一个名牌包都还要便宜很多 是的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对的 但是就像老师讲 其实你买的是他的一个历程 是 他创作的时候 是 也其实给了他一些希望 非常大的希望 对不对 其实他们真的很多人 就转行就放弃了 是 包括后来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组合 我想这应该是全世界史上 最漂亮的女子团体画家组合 马兴林三人组 是是是 怎么这每个人都像明星一样 像模特儿一样 但是 他们今天也来到新党 对对对 我刚刚看了 每个都很有气质 是 可是他们这个团队 我觉得很特别 是的 三个人 马兴林 是 为我们介绍一下老师 第一位是马尼夫 是 二十岁多 第二位叫王兴威 然后取他们第二个字 是 他大概三十岁出头 第三位就是郑如林 是 大概接近四十岁 这三位的艺术家 我也是观察了他们很多年 认识了很多年 是 那首先那个马尼夫 叫张欣宇这位小朋友 是 我从他初中初一的时候 就认识他 真的 是的 然后我就看他这个手机 很喜欢贴一吹 亮亮晶晶的东西 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 是 然后我就看他常在贴 贴就算了每个礼拜给我变 每个礼拜看 我就常常看 觉得他的构图贴得很好 因为他是自己贴的 对 我以为他是去给夜市包的 他每天自己买东西来贴 那就是创作嘛 就是创作 对啊 他完全搞不清楚 可是我就觉得说 这小孩有天分 是这个样子 你是这样发觉他的天分 其实是啊 年轻人自己在贴的时候 都不知道那是创作 就也不太珍惜 就把他毁了再重弄 被你发现了 对 我就是这样子一路一路看 那至于第二位 心 对 王兴威呢 他本身是辅大哲学系 但是他运用的方式 竟然把人家废弃不要的 那些电脑主机板 看着看着拿来呢 就把这个主机板做组合 这也是 组合组合变成很棒的艺术 另外一种创作 对 像装置艺术也 是的 他常常呢 他常常的那个 出套很多 他们几个会想一些奇怪的东西 像这幅画 这个作品啊 我不是后面是用的漆料吗 是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作品的影片 他这个漆料 用一用的留下来剩下的 用不完他马上会干了 这漆料很快就干了 他们自己就跟我偷了一点 这个 咬着这个给我 他就拿一个小画布自己玩 也在那儿画 完了真漂亮 真的喔 那个很震撼 所以等一下 你就会看他们四个步骤 是怎么玩的 把东西弄出来 你会觉得说 他们这三个小孩 创意非常好 而且是用你剩下的漆料 都可以创作 真的很漂亮 非常漂亮 现在很轰动 在国际上已经很轰动 做到现在也不过 才不到15天 可是他出来的图档 已经很多人买了 很多大厂家都买了 好厉害喔 那第三位正如林呢 他是喜欢拍照 拍照跟弹钢琴一样 本来是一个很石板的东西 钢琴就是一个很石板的剑 可是你会发觉到 每一个人弹同样的曲 拉曼诺夫 第二号钢琴写奏曲 你今天不管是 鲁宾斯坦弹的 或是那个李赫特弹的 都不一样 味道完全都不一样 相机也是一个石板的东西 可是我发觉 他为什么他拍一个 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拍出来有一股神韵 看还看了六年 我就常常在看他拍 常常看他的东西 六年之后呢 我就叫他先走摄影 摄影完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他们是三个人的气 就味道很合 就叫他们一起来试着创作 合体创作 对 这很特别 因为你说艺术家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家 因为他有独特的脑袋 他有自己的思维 可是他们三个 而且不同世代 二十 三十 四十 却愿意一起创作 那一定是你逼他们的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因为艺术家都会 这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 所以把他们组合起来 真是厉害 谢谢你 不过他们真的是天分非常好 非常有趣 所以我们万万没想到 在这几年 在华人的艺术市场上 非常受注目的马兴林三人组 竟然是靠手机 主机板跟相机 这三机 是是是 被您发掘出来的艺术天分 然后变成一个女子组合团体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艺术圈很特别的案例 想要找到第二组 我看也很难 是是 而且都长得还蛮漂亮 很有气质 佛菩萨宝业 好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来认识李老师 他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 包括他自己的作品 我们待会也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介绍的李山丹教授 他真的是做过很多很多 让我们很佩服的事 那么包括我们刚刚讲到 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每一年的成交率都非常的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 就让更多人愿意去买他的 可能是第一件艺术作品 愿意收藏包括台湾或世界各界艺术家 第二个当然就是您对于 子弟的照顾 刚刚提到马心灵 在我们背后就有刚刚提到的 故事的相关的一个眼镜 可以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了 这一幅 最右边这一幅是在刚刚提到的 剩下的原料 对 就是今年在旧孽年前 我最后的时候 是我画的作品剩下的原料 他们就拿起来 把它给画成这个样子 信手拈来 对 信手拈来 这个配色美感 漂亮 漂亮 所以我看了也很惊艳 天分 我说这个很好 我说过完年以后 你们赶快就把这个东西 看什么运用好了 再延展一下 没错 就一过完年以后 就画了 因为他们喜欢范葵的相日葵 就画相日葵 这个跟福帽反福帽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在过年 过完以后 他们就花了两个礼拜 多的时间画了相日葵 相日葵画完之后 就把这个像千种风情的感觉 加到上面 那个意境 对 变意境出来了 它就变成不一样的相日葵 就跟范葵的不一样 而且有他们原来的 初衷的那种风格 对 那这一副呢 紧接着它再把这个花朵 变成抽象画 这很像原子的那个放射 没有错 这样子缤分了之后 他们再把一朵花朵 变成一个花园花圃 所以到这里叫春风得宜 这里是风光无线 这像是一 就是单独一朵花 但那个是一整个七彩的花园 对 对 整个花朵出来 所以它就一路这样子 演变到抽象出来 但它这个是有一个脉络道理 是 所以像它这一幅 一直到上礼拜 他们才刚花 真的喔 中间还是要想一下 整理一下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 就一直把这个阶段 一直把它完成 是是是 没想到从一个随意的 就是从那个 宁盛夏的油彩 七彩 他就拿来变成这样子 对 就一个系列出来 两个月的时间 我应该说他们三个很有天分 还是说他们很幸运 碰到有一个人在旁边指导 我一直觉得 不是名师出高头的问题 是一个好的老师 是启发他们的天赋 而他们的天赋 要达到有一天突然 自觉到某一种高度 我觉得他们觉醒 从今年我看到这个 又更像一层楼 我觉得他们非常棒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很开心 所以这就是老师 这个算是他的另外一种作品 就是照顾很多新一代的艺术家 是 谢谢我们后面的几位帅哥 他们都在抖了 可以让他们先 SUS 一下了 接着我们要继续来认识李老师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比如说台北新艺术博兰会 除了有老师或弟子 或是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 每一年还有一个很成功的 就是这个百大名人的 艺术慈悲的这个部分 其实艺术慈悲每一年不只百大 就好几百大 而且我发现 这个主办单位的人脉太广了 因为你里面会看到一些演艺圈的名人 但你会看到一些政坛的 或是一些社会上的名人 商界的 好厉害啊老师 你们这个 因为我也参与很多慈善活动 这个应该是我看过阵容最坚强的 是是是 怎么办到 而且每一年都秒杀 怎么会这样啊老师 这是您当时估算到的结果吗 当时我就想说 有很多人想要做慈善 但是呢 不要叫人家捐钱 对 怎么样把一个人的心能够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呢 就帮所有的参与百大名人的 那各位参与的人 把他准备的小画布 对 一号的小画布 对 这小画布呢 让他自由的 华佛要画什么都可以 是 是他的心意在里面 对 他的名字呢 就签在背后 对 我们都不知道买到谁 不具名的 这才厉害 对对对 你喜欢的是这个艺术 对 不是他是谁 说的太棒 真的 那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做 那我们呢 为了要让他能够 普罗大众非常多的机会参与呢 把价钱呢 定在一千块钱 是 所以尤其你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对 不管 对 还是一千块 你是大师也是一千块 是的 就是我的作品在那边也是一千块 是 没错 所以真的买到赚到了 是 很可能你回家发现 原来是某某大师 或是大画家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他在不具名的状态之下 更能够让消费者用作品来说话 对 你喜欢真心喜欢 对 对吧 对 我很少看到有一波啊 是需要大牌藏楼 是 像很多人早上就来牌 是 有人早上差不多四点多 两三点就来的 对 就为了进去 就是立马就抢自己喜欢的 然后协会呢 是不会经手任何的 对 善款 是 当时我们就要求一点 我们一毛钱都不会碰到 那么就请了我们所谓 赞助的单位 像阳光基金会 请他们务必要派人来 是 所有的钱由他们收 那发票收据由他们来开 太棒 那协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进一点这样子善心的慈善 是 我们是觉得是很开心的 是 我想这就是李山丹教授 跟他的团队非常有新的地方 那我们还是回到教授 自己的丰功尾仪 很多啊 这个百年来亚洲第一位 油画个人馆在威尼斯 那么那个时候是第53届 09年的双年展 是 那甚至呢也有欧洲的媒体的欲为 我们东方的碧卡索 那这些就是画的部分 可是不只是这样 摄影 音乐 绘画 其实老师还做 就是拍照 我刚讲摄影 因为我们刚刚聊的绘画 跟这个音乐嘛 摄影这个创作 又是怎么开始的 摄影的创作呢 最主要是在看那个围棋 围棋啊 对围棋 那下围棋的时候 每次下完一盘围棋 很漂亮 黑与白 而且每一盘都不一样 就非常好看 是是是 所以有一天了我就想说 那怎么要把这个围棋呢 表达出来 OK 那要之前呢 事实上呢 会喜欢围棋呢 是受到一个漫画很好看 叫麒麟王 哦 日本漫画 对 那麒麟王 你也看漫画 好好看 OK 那麒麟王 那围棋出来的构图是很漂亮的 那尤其呢在麒麟王里面有一段里面呢 就那个男主角小男生呢 跟另外一个席手在下的时候 下了一色棋 两个人都只用白色的来下 但是自己要记住 哇 这很难吧 对 非常难 对对对 那太难了 好酷 然后呢我就想到说 把这一色棋改成了水珠 OK 用水珠呢 来把棋谱棋白呢 做出构图 是是是 它本身无色 是 那你怎么样光影 怎么漂亮把它表达出来 那那时候又运气很好 是 那个时候日本呢 的棋盛呢 就是张许 张许呢 就拿到棋盛的那一场 是 完了之后 他就到台湾来 就 他就送了我一个棋盘 他后面就签了名 是 就拿了个棋盘 来 把水珠滴上去 就像人背后的这一面 把水珠呢 就滴上去做构图 原来是这样子开始 是这样开始的 因为水珠啊 它有它的光的那种 反射的那种角度啊 对 然后棋盘又是很传统的东西 是是是 原来是从这里开始的 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你看了 如果你当年看的是航海王 你可能就去当海盗了 有可能啊 就拍海了 看了麒麟王就拍棋盘了 是这样 所以你看老师真 这叫做 这多才多艺 已经有点太不够用了 我觉得 然后老师也去各个地方 当教授 真的去教学 对不对 还包括科学评论家 是 这个身份是什么状况 就一般我们在科学上面 有很多的逻辑 如果用佛法来看 它是可以更介意的 如果你这样子快 回过头来把佛心当做是一个 非常尖端的科学概念 再来研究我们现在的科学 就觉得很有趣 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是 所以您真的对很多事物 都抱着好奇心 是的 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另外一个我很佩服老师 就是说其实您过去参展 几乎是走遍世界各地 您的国际观非常让我好奇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机缘 去很多很棒的地方做展览 待会请老师跟我们分享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 这台车呢是Demona 最新的一个新古典的超跑 Demona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观念 把艺术变成是一个 可以奔驰的可以飞奔的 会跑动的艺术的概念 然后觉得这个大家 我们这样的系列呢 把它放在这个新古典超跑上面呢 不但具有东方的味道 典雅的味道呢 也能够展现一个新的一个味道 一个新的一个风潮出来 如果说我们要考虑到 一个车子里面它的幅度 我们的画面呢 是所谓的在做画的时候 它是平面的 车子呢 它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幅度 再加上车子本身呢 它所谓的它的长跟它的宽 跟它的侧面呢 呈现很大的一个立体 那跟做画的观念会有点不同 像这个侧边 轮胎的上头呢 用了红色 这个部分呢 都是事先先讨论过的 那吻合了呢 现在呢 在D号的车子上面呢 这个叫红图大转呢 这幅作品 在这幅作品上面呢 因为它红色呢 占了一个很强烈的特色 布在前方 相对于在车子 它就在前方 前方呢就衍生了 到了两个轮胎的这个位置 那原先本来是黑色的车子 如果黑色车子呢 放上这个画座会太唐突 可是呢 当前后轮胎盖呢 加上了红色以后呢 跟画座本身 忽略性就变得很大 所以不仅仅是车子本身的问题 不仅仅是画座的问题 还有鼻子整个车子的色调 都要怎么来配合 那这一切都很吻合了 我们所谓的新古典的艺术操跑 考虑的范围很广大 不是一个画座 还包含它整个塑造出来的 一个味道 那这幅呢 帝王大将呢 它本身呢 它用了两个呢 狮子头 这狮子头呢 这种门环呢 在古盖呢 是富豪人家 或是权贵子人家所用的 再加上呢 要收集到龙头的 这个门环是更困难的 我们知道龙在古代 是不能随便来用的 所以这个龙头来源呢 也一定是皇家了 是当时候在想说 一个古董的东西 如果把它赋予更新的生命的价值 八九十年的 一百年的 这些的门环 就拿起来呢 开始把它做一个 新的艺术的创作 你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一个没生命一个东西 就这样随便去拨撒它 你每一个拨撒 每一个颜色 每一个味道下去 你怎么来配合 比如说红色金色 非常的代表中国 但是你黑色跟紫色 一样有代表中国的味道 自然帝王 都是用紫色的 纸巾袍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 帝王的神秘性 它的黑色 怎么跟紫色来做配合 红色的这个大望运 怎么样来跟金色的配合 它整个的配合完了之后 它还要呈现 整个画面上面的 所谓的天地 所谓的天穹的这个蓝色 跟大地的这个绿色 一个结构出来 你在绘画它的时候 必须要很多的思考 很多的想法 而不是说 我就是颜料在放 颜料在放 每个人都可以放 而味道不一样而已 东方的艺术之所以受到 这个市场的喜欢 也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 真正的来讲 一直到2013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 中国才开始呢 所谓的东方呢 走出开始有自己的味道东西 称之为新的水墨 油画也是他们认为 新水墨的一种 毛笔也是新水墨的一种 就是你有把中国的元素概念 而能够找到它里面的精神 放到你的作品里面 就是新水墨的概念 就是当代水墨的概念 以大将们来讲 它是非常当代的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油画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装置 这些艺术 也可以说现在呢 即将全世界呢 最热门的一个风潮 中国的一个新水墨的一个味道 都是这样子可以表达的 很多艺术家他没有什么机缘 也没有碰到什么老师 可以引导他 那当然他们可能就 都比较流于闭门造居了 那么李老师李教授呢 却在这个多年来 真的是走遍世界各地耶 您也是属于那种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的耶 这个好累喔 怎么会有这么多展览的邀约啊 您的人脉还是说朋友特别多 主要的是 因为当时就有一个构想 就是我不是科班出来的 那不是科班出来 从哪里去做证明 从国际大赛里面去证明 如果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承认你的时候 有没有这张文体 已经不重要了 是 所以开始呢 我就在参加国际上面的 各种比赛 因为各种比赛的关系呢 所以就有机会呢 到各个国家里面 去展出你的作品 是 展了你的作品 人家觉得很好 就来邀约 继续邀约 认识更多人了 是 因为老师的资料洋洋洒洒 各种展览 太令人佩服了 那当然呢 还有跨界 其实我们今天现场 我想观众刚刚也陆续看到 除了有书啊 当然老师的画册 就是比较合理 会出现在这里 那我看到一些饰品 是 那还有一些 这是雕刻吗 是 雕刻 对 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几个比较 不是属于摄影跟绘画 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 是 那像这件雕刻呢 是 原先呢 他是差不多接近两公尺 OK 他是参加温宇斯双平站 是 这时候呢 所带出的一个作品 是 那这里呈现呢 就是龙 啊 祥龙呢 和名字上 然后呢 另外把所谓的液金呢 放在上面 是 液金呢 它的九宫格 是代九里一左三六七 二四为间六八为主 居其中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呢 在这个液金的格子里面 怎么加呢 斜线 直线 横线 里面夹都是食物 嗯 就把它呢 隐藏在这作品上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颗粒 对 看到有颗粒在上面 是 是 好厉害 您真的是想很多 是 那像这件作品的话呢 本身这个门环都是古董 然后1989年我没买 1990年越想越不妙 又回头再进中府 再进北京 是是是 进了北京以后就开始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清朝留下来 是 那中国那时候在广大的建设 嗯 这些东西当废典卖 那时候用外汇券 外汇券一个只有三十块 是 一直到现在呢 三万块都买不到 那时候是外汇券 现在是人民币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就一放就放了二十几年 是 放了二十年以后 有一天我就想说 这个东西一个古董的东西 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当代新的创业 是 所以就把它做成这样的作品 哦 把它放在您的画作中间 是 而且再加上一点颜色搭配 非常有味道 其实很多我们自己 华人的东西都不太珍藏 不珍惜 很棒的宝藏 现在师傅也不见得磕得出来 也没有人愿意去磕了 是 而且它这个是铜的 这是铜的 在清朝呢 只有清王以上皇亲贵主 才能用铜的门环 真的啊 是 所以我专门收集这种 了解了解 没想到收集了这么久 也想到把它 也花了我二十年才想到 对 花了二十年 让它有新的生命 是的 这里还有 是 那像这个是恒河沙 这个恒沙呢 是印度政府里面的国宝 那真的是恒河的沙子 那我们跟印度政府申请了以后 是 把它呢 运了一船的沙子 是 沙子运进来之后呢 我们呢 就先给它用往生米 把它清洗 因为恒河沙经过很多很多的岁月了 清洗完了以后呢 再用呢 帅子呢 把它帅出细沙来 是 帅了细沙来以后 再把它全部洗干净 是 洗干净了以后再进入呢 那个高温炉里面 这么麻烦 全部把它烤干 烤干净出来之后呢 再给它撒了符慧水 撒了符慧水呢 再把它摆在那个 寺庙的符慧像前面 再摆了七天 七天完了以后呢 再出来烘干 烘完干以后再开始做木板 木板上面贴了一个画布 黏好了以后呢 再上胶 把沙子放上去 放上去 要尽力拍让它掉落 没有掉落就是黏住 一层又一层一层 所以总共他们做了二十几天 做完一个画布 然后到最后再上了一个图比胶 把它全部保护 沙子保存绝对不会掉落 是 之后才能开始画画 光是一个画布就这么搞缸 差不多要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了解 我发现老师您很喜欢 做一些创新的事 是的 就是别人做过的 或是别人没做过的 是 您就是喜欢挑男的来做 对 然后也不喜欢做重复的事 是的 就一直想要想新的梗 对 光这个画布就值钱了 所以它本身是 它真的就是恒河的沙子 而且真的就是恒河来的沙子 所以他们我们都有请过去检验 因为恒河沙子很特别 天啊 所以它是可以检验的出来的 是 太棒了 那更不要说 前面还有些饰品 请问那又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他们就是有那些公司 他们就把我的创意 把我画的图片 这些 他觉得很好来做项链 或者说戒指的这些 他们就把它拿起来做戒指 下面 精品 又把它弄到那个皮包上面 等等的 所以它这样子的 一系列的发展就出来 那我常常在想 所谓的成功就是 你很努力地去做 你默默非常非常努力做 因为有一天人家一定会发现你 所以我觉得成功没有一个 什么捷径 成功只有一条路 就是不叫叫苦行精进 精进苦行 你除了苦行除了精进 不非常努力之外 对 没有接近的 没有 绝对没有 所以老师在这么多年的努力 真的被各行各业看到 常常会有 比如说厨艺的公司 厨具的公司 或是像饰品公司 就将老师的作品 幻化成更立体的 而且让更多人有机会 接触到的多元产品 包括今年 如果大家有去世贸的 二Revolution的话 会看到一台跑车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创作 今年 是的是 那个是什么机缘呢 那台跑车也是 那台跑车的老板 是 他到了比佛利的店 看到我的宅 就是看到这个系列 OK 他觉得是一个非常东方 非常了不起 他们一定觉得很震撼 很震撼 非常震撼 他一直在想 这个车子除了古典的超跑之外 他到底找了什么 就看到这个作品 看到这个作品 有灵感了 有灵感 马上把这个作品 就放到车上 很震撼的 就是这样子推出来 是是是 就变成一台很有 跨界艺术感的 一个超级跑车 然后用老师的作品 当做他的 像那个车就变化布了 对 没错 太棒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常在介绍很多嘉宾 都是科班出身 是是 可是大家反而受限于科班了 但我觉得老师 因为自己的阅读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以及这个努力 是是 就反而可以天马行空 对 做什么都OK的 对 没有局限 对 你看那种钢雕 或者是像 这个人的姿势 这个 我想说那个佛像 好可爱 那个释迦莫里佛 从诞生的时候 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对 天上地下无闻堵 他就已经表现那种 那种纯真的唯一的特性出来 那这个佛像 我们当然庄严是必须的 可是呢 就好像我们作品 艺术的作品 贵 有些贵是应该的 对 可是呢 有些应该是要普及大宋 对 那一样啊 我相信佛陀 他本身也是很活泼的 他结果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 就这么严肃 那个就太距离了 了解 所以你把它弄得好Q版的感觉 是 人的比例就很动漫的感觉 是 今天我们介绍的呢 就是一个这样子很难定义的 一个老师 那么他的作品横跨各种领域 那当然呢 也希望大家每一年都到世贸 来参与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包括我本人也受到老师的这个鼓励 跟这个支持啊 再次谢谢您的这个照顾 谢谢 那也希望更多的 喜欢艺术的朋友 勇敢的踏进时髦来 或者是去接触老师的作品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美丽的 谢谢李老师 谢谢